字幕仔细 too 字幕by bwd6 字幕by bwd6 字幕by bwd6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 劳委会删除这个今年度已经 编列对劳工提高的诉讼费 这笔诉讼费有2000多万 那我们知道说未来的诉讼费 就是103年度的訴訟費都已經不得再編列了 而且去年101年度已經刪除了 所以我們認為102年度 勞委會基於一個跟勞工協商 然後尋求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的前提之下 是不應該編列這麼龐大的訴訟費來壓迫勞工 因為勞委會他也曾經召開過學者專家的會議 那在這個會議場合上面 與會者都一致認為勞委會應該要修改就業服務法24條 來為這件事情做一個徹底的解決 所以我們今天第二個訴求 就是希望勞委會真正拿出誠意 透過修法的方式來讓我們這個勞工的這個問題 可以最後可以圓滿的解決 還我灌載本 刪除訴訟費 還我灌載本 刪除訴訟費 還我灌載本 還我灌載本 刪除訴訟費 還我灌載本 刪除訴訟費 刪除訴訟費 也都在現場 那今天政府他就是要選擇性的 用刑法上面的告訴 告這12個人 要用民法這個借錢的這個告訴 來告我們大家 當時這些官員為了政治上的利益 然後用這種便宜行事的方法 造成了大家16年來還要受這個所謀 那更遺憾的是今天下午有12位 包括剛剛說的勇毅12位被告 所以握回的事情要開掙扎警 那我們其實對於這12位被告 會不會被起訴的結果 我們其實都非常不樂觀 以現在的法院 大家知道 前幾天那個林子文大哥 才因為 在集會 在普渡的那次遊行裡面 那個 脫胎警察的手上的滅火器被判4個月 那我們真的不曉得到時候 臥軌法院要判多重 我們幾乎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集會遊行自由的國家了 沒有傷害任何人的情況下 居然判4個月 我不曉得這個法院到底是怎麼回事 還我冠材本 還我冠材本 占除出送費 還我冠材本 還我冠材本 只需修一條 只需修一條